我想我们现在后面部分就是把这些题目来做一个演练 那这些题目如果说各位将来有兴趣要考证照的话 其实这些把它看完基本上就是可以去考试了 那里面的话包含也是我们物件导向的这些基本观念 包含哪一些第一类的题目 其实我们前面有讲了几题 就是物件导向基本概念有这些一到四 然后一到六有二维帧列使用 这个是在第110刚刚那一题 然后再来第二类的部分是资料运算处理 包含这些这个部分就是Math类别 那个也是早上我们有提到的包含这些功能 还有Stream类别还有Stream Buffer 我想我们前面有讲过 另外还有一些所谓的一些控制叙述 还有就是说有关于判断跟回圈的部分 这是在第二类 那第三类我们刚刚有讲的有一题 跟那个第三10有关的这个会用到什么 AWT也就是视窗在那个在Windows上面开发 Java里面有一个所谓的AWT的套件 还有就是所谓的Swing的套件 那Swing套件我们用过了一般用Swing套件会比较多一点 就是视窗这个环境的设计 还有所谓的事件处理 所谓事件处理就是说比如说当我按下那个按钮的时候 你要建立一个事件 这个是事件处理 那这个事件处理在Android里面也用的非常的多 就是你只要做一个动作就会触发某一段程式码 那你这个事件要自己建立 还有你的程式码也要自己实做 那这个部分跟那个如果各位有用过那个什么Microsoft那个单内车 那个Visual Studio那个比较简单 因为事件处理不用自己写 点两下事件就帮你写好了 但是在Java里面事件要自己写 这个是比较麻烦一点的地方 然后还有Adapter还有等等这些相关的元件设计 那再来第四类里面更多还包括什么 资料库连结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还有那个例外处理 这个Tri-Catch的包袱等等的 那我想这边题目 我觉得跟我们这个上课程内容 其实这个这个关联性非常的大 而且题目其实设计的还不错 所以后面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看这个 比如说前面这几题我们都有讲过 第一跟第二这个都讲过 和洛之术也讲过 这个阵列转换也讲过了 再来就是说那个数值过滤器 所以等一下我想后面有几题 我们没有讲到的话 我们逐一来跟各位讲一下好了 那早上有讲这个嘛 102题 然后其实前面都有讲过了 那数值过滤器就是说我带几个参数 他帮我过滤一下 过滤什么呢 如果是数字就帮我加总 然后呢 这边最后秀出来的 各位可以看 就这个地方 就是最后要秀出来说 数值总和为多少 是数字就加总 那另外非数值有几个 数值有几个 也就是我要传什么 传参数 传参数之后的话 然后最后帮我判断 那这个地方我怎么判断 是数值还是不是数值 这个地方就会需要用到 所谓的try catch 就是那个 有一个exception 就是error exception 你如果错误的话 它会跳泥嘛 那你要用try catch catch到什么 exception 就是有例外 有错误的话 那有错误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个地方 把它catch 并且加总 其实就可以知道说 非数值的部分 因为非数值不能加总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 怎么做 这一题的话106 那基本上 首先第一个 因为我要传参数 那在eclips里面 要怎么传参数 如果你在 在以前那个dose底下 传参数就直接怎么样了 在这一个后面 有没有 我们的java 执行java的时候 有没有 这个是java class的名称 那后面的话 空一格之后 后面就是传参数 有没有 就在dose底下 不过我当然 在dose底下 打这一串 其实还蛮辛苦的 那eclips要怎么传参数 我教各位 第一个 如果你建立一个 主要名称叫jvd jvd106 你要传参数按右键 内容 右键内容之后的话呢 这边有一个 所谓的新建 对不对 你就新建一个应用程式的 什么呢 这边有个叫做argument 这个地方 就是传参数的地方 也就是说我今天呢 比如说我随便输入一个 四值五 然后空一格 然后再 二 空一格 四 空一格 T Terry好了 然后 A A 然后再 空一格 五好了 那如果说我这边有 有数字 有 整个有四个数字 两个文字 对不对 那进来之后 他要帮我判断 判断什么 数字的话 就加总 所以这边加总起来 那后呢 如果非数字一定不能加 你不可能说 四再加Terry 这什么 没有嘛 对 所以这边加起来的话 是 51 对 61 56 OK 然后有两个非数字 OK 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直接 把它套用上去 这边就有个 阿给摩把旧的这个 把它删除 这边有配置 确定之后的话呢 那我这边程式写完 我要执行之后 他要怎么样呢 帮我把结果秀出来 就是数值的总和为多少 然后非数值有几个 再来数值有几个 要把它秀出来 那类似像这样 所以你第一个要先建立一个 专案 按右键 内容 直接在这边 新建一个配置 配置 那我已经有一个 阿给摩 直接从这边说书 也就是说呢 我们在dose底下是在 这个class后面 传参数 那如果我们在 Eclipse里面 是在这边 阿给摩 里面 传参数 那这里的话 会有 哪些地方 要特别注意 就是说 第一个 我们一样 在这边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体 蛮容易的 那我要怎么去 接收到 其实阿给摩 特别注意 他传过来的参数在哪里呢 基本上在这里 有没有 Swing Arc 有没有 其实就是一个什么呢 正列 那也就是说 他会透过空白 去帮我切 有没有 他切出来就是一个 所谓的什么呢 正列 一个字串正列 那我上面宣告了 总共有三个变数 包含就是说呢 第一个加总 第二个是什么呢 整数 总共有几个 用J K的话是非数值 那再来的话 就是说呢 我用跑一个回圈 从0 那也就是说 这个正列从0 编号 也是所影值0开始 然后呢 当它小于长度 这个正列长度的话 就跑回圈 那加加 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把 因为进来的东西 有没有 它是透过什么呢 透过上面的Arc Arc 有没有 然后我从0开始 第一个先跑进来 然后必须什么 转型 对不对 Integer 把它转换为什么 Integer 对不对 点Value 把它转进来 那转进来的时候呢 再把它用什么 加等于 就是说呢 如果是数字的话 那就加起来了 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说今天跑一个什么 Terry 然后 跑到这边 它转型能不能转 一定转不过来 转不过来会怎么样呢 一定会发生 Exception 对不对 所以Exception的话呢 就是例外处理 对不对 所以会跑到这边 那我们跑到这边的话 Cash到了 错误对不对 那就做什么 可以加加 就是表示什么呢 它一定不是数字 如果是数字的话呢 那就可以被转型 反之的话就不能被转型 那Tri-Cash包覆 特别注意哦 其实如果你要包覆 这个Tri-Cash包覆的话 如果你担心会打错 对不对 其实在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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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alybs也非常的方便 你把这一个范围 如果你要做 Tri-Cash的话 你选取它按右键 这边会看到什么呢 包覆 有没有看到 包覆里面呢 它会出现什么 Tri-Cash 对不对 所以你直接怎么样 点下去就好了 Tri-Cash就出来了 那这个Tri-Cash包覆的名称 不一定要叫Exception Number Format 那你这边可以 把这个 这边其实改不改 应该无所谓 它自动帮你包覆 Tri-Cash Cash到之后会跑这边 那你就直接怎么样 把这边改一个K加加就可以了 因为呢 它的Arrow会跳到这边来 Cash到 加加 所以继续跑 那跑之后 如果是数字 就帮你加总 而且帮你把追也加加 反之的话呢 就跑这边来 所以最后的话呢 我们把它执行起来 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总数的话 就是把你的传的参数加起来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 数字有 非数值两个 因为Tri-Cash到这边 对不对 然后数字的话呢 会用这边加 所以加起来就OK OK 那这边的话 我想各位 先稍微看一下 这个题目里面 大概的说明 再来就是说 建立一个 我们的那个 专案名称 比如说JVD106 106 然后呢 在这边传参数 传参数 在这个地方 新增一下 Argument OK 那这边的话 我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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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